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在一会儿应该是9点钟 拜登要在国会 在面对新的众议员的议员 新的国会 发表国庆咨文 应该是9点 国庆咨文呢 这是代表一个总统 他要表达一个总统真正的志向 他的理念以及他的水平 那川普在真相社会上 直接挑战了他 他说我一会儿 我刚才跟节目中跟他说 他说我9点钟 我在真相社会上 直接开平台 平台逐一批驳 拜登的这个 在国庆咨文中所提到的任何问题 然后他就提到美国历史上的 比如说华盛顿林肯 做这样的比较 他说但是呢 川普讲说 我会跟大家陈述出一个 让美国再伟大真正的样子 而作为拜登来讲 他有多么的失败 我相信川普是非常成功的 肯定会非常成功 无论从他的 那而拜登只要在现场上 如果不会出现丑闻 就是不会出现忘词了 胡说八道了 然后你知道他胡说八道 他在三天前曾经说过 我的政府部门里面的官员 有一半 我的政府部门里面的 一半女人的官员 女官员 她们都是女人 这是拜登说的话 我在政府当中的 一半女官员 她们都是女人 这是美国总统代表 那你们这政府是什么东西 我在都是什么组成的 那另外那一半女人是什么呀 是什么物种啊 这是今天的美国政府 所以我相信 川普会有非常上家的表演 因为这样的一种 针对性的直播式的评价 那拜登作为平台 那个川普肯定是非常非常得手的 而且无论从任何角度会得手的 那他这么说法 在纽约邮报就转推了他 川普直接挑选挑逗了 拜登国情自闻的演讲 他说我们play by play 就是我们一个一个玩吧 我非跟他一个一个玩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大家分享 因为只能看他的录像了 所以如果他有意思的话 很具有冲突性的话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 如果他就是很 很嘲讽拜登的话 我们就明天跟大家说 因为他 我不知道他国情自闻 通常有时候要讲到12点钟 比较晚了 川普表示将在今天晚上 在拜登国情自闻的时候 他要逐一评价他 逐一评价他 川普的言论呢 又跟阿肯色州政府 对拜登的评价是分开的 阿肯色州 上拉桑德斯呢 也明确抨击了拜登 非常 因为他是现在美国州长当中 最年轻的 只有40岁 他是川普 在川普任总统的时候 是新闻官 曾经当了一年多的新闻官 他自己的父亲 是原来阿肯色州的州长 他在宣布 他2022年 就这次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 成为州长 在成为州长之前 他是2021年 在美国总统选举结束之后 率先第一个站出来 要竞选美国 要竞选阿肯色州州长 是2021年的 三月底到四月初 那他同时是川普 被川普第一个背书的 一个竞选者 而之后呢 他出现了身体出现了状况 是乳腺癌啊 是什么 然后 但是他战胜了疾病 同时呢 他获选成功 所以他就做出了这么一个评价 今天也会评价 那川普已经启动了 2024年的这个竞选 黑力 这里黑力呢 下个星期 可能是这个星期 要宣布竞选 那所以这是川普 直接挑战拜登 这里面有个插曲 在2020年美国选举的时候 那拜登呢 在总统辩论的过程中 只进行了一次 进行了两次 进行了两次 但是在总统辩论会上 都是左派的大媒体 左派的大媒体 主持一切 那而在左派的主持上中 辩论会上对川普 极其不公 那是肯定的 极其不公 所以美国的社会 出现颠三倒四的 社会的状况 带来最终的结局 那很显然 那今天在这样 川普自己来评价的时候 他会畅所欲言的 应大众要求 今晚我将逐一 点评国情咨文的现场 来要跟他玩个套 如果干得好的话 那如果做得很不错的话 乔就会度过一个 非常美好的夜吧 这是嘲讽他 那演讲的本身 会有机会跟世界上 最伟大的演说家 相媲美 林肯 华盛顿 当然还有这个秋景 那今天晚上 让我们来看看真相社会 会很享受的 所以他这是双关语 他双关语的意思就是说 OK你拜登要厉害的话 你就比比林肯 你比比这个秋景 那秋景当然 是在英国最黑暗的时候 他的演讲鼓励了英国人 那都是一种困难时期 那而川普以这样的方式呢 去描绘拜登 那其实呢 他反过来不如说 是在描绘他自己 我觉得是 这是川普的过人的智慧 他希望你拜登像丘吉尔一样 拜登像林肯一样 那他不是 那不是的话 我现在同场在评价你是一个道理的 里面就提到说呢 提到一些现场的准备了 然后提到了麦凯西 这个我觉得意义都不大 他提到麦凯西将会 做出什么样的故事 要求做出什么样的动作 这里面有个潜台词 2018年的说音 应该是2018年 2018年 2019年 2017 2019年 2019年年初 当共和党失去了众议院 然后佩洛西 民主党夺下了众议院 佩洛西成为了议长 然后就邀请 等同时间邀请了总统川普 在议会做演讲 国情咨诺 在川普在进行国情 国情咨诺 刚刚进行的时候 川普要把他的文章 给这个给众议院的议长 跟参议院的议长 参议院的议长 就是副总统 所以当时的佩洛西呢 当众就给撕掉 那个是那个 那个动作让我个人也蛮惊讶 因为他是总统 国情咨诺是讲述了一个国家的概念 给撕了 不在那个 因为这个东西 不能拿国家的尊严去玩去 所以是有这么个背景之下 那现在变成了这个 变成了这个新的议长 那新的议长 在他的表决当中 最后新的议长到嘴边说出来了 新的 麦凯西 麦凯西呢 在他的表决当中说 我肯定不会把总统的 这个国情咨诺给撕掉 肯定不会 那他的讲 他讲话内容 他对国家管理内容 我是否支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不会撕掉他 所以中间是有这么一个插曲 他也特意的去回答问题 那就目前来讲 跟大家分享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条件 你就去欣赏川普的 川普的智慧 我相信川普会 会非常优秀的展现出 就是在对比之下 展现出他的材质 非常优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